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朋友 各位弟兄姐妹 你们好 我们在《陈中木谷》这个系列里面 我们上两次很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关于诗篇这部著作的一些作者 时间 中心等等 那么今天我们就开始从诗篇的第一篇 也是诗篇分为五大卷 这是第一卷的第一篇 我相信作为这个编者的话 他把它放在第一篇 也有深藏的意义的 那我先读一读 好吧 诗篇第一篇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泄满人的座位 唯喜爱耶和兰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变为有福 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按时后结果子 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 尽都顺利 恶人却不是这样 乃像康批被风吹散 因此当审判的时候 恶人必站立不住 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 因为耶和华知道一人的道路 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 这就是诗篇第一篇所写的 那么我想跟诗篇第一篇 可以说是两种人生 以及它的结果 两种人生的道路 以及它的结果 那么也可以再探讨一个说法 就是说顺神者昌 逆神者亡 这样来看 那么我们常常讲 出生是不能选择的 对不对 生活环境一般来讲 也不能让人称心如意的 怎么样 要加以挑跟结 但是每一个人 所走的人生道路 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我们说正像在伊甸园当中 上帝把生命树 跟这个分别善恶的树 一个禁果树 放在一起 而且告诉他们说 这棵树上的果子 跟圆中所有树上的果都可以吃 但这棵树 你们不要吃 因为这是作为一个忠诚 和爱的一个试验的 一个象征 那么 上帝也把后果都告诉他们 吃这生命树 就会获得永远的生命 跟上帝不断的交往 如果吃这个禁果树 吃的日子 必定死 上帝 不会把亚当夏娃 包括我们今天 人的手脚都绑住了 或者 叫我们像做机器人那样 要我们东就东 西就西 不 人享有最宝贵的 就是一个自由选择权 但是呢 同时我们也知道 我们有选择的权利 但是要为自由的选择 负上我们的责任 以及承受它的后果 这个 诗篇第一篇 没有表明谁是作者 我们以前讲过 诗篇150篇当中 有100篇是有 著名这个作者的 其中很多 当然是大卫 73篇 所以叫大卫的诗篇 但这篇呢 没有表明 是谁是作者 但 有推测 也很可能是大卫 就是要把 诗篇第一篇 把两种不同的人生道路 和它的结局 清楚无误的告诉我们 一种人呢 好像生长在 水边 欣欣欣向荣的树 它表现会怎么样呢 根深夜貌 暗事后 结果累累 生机婆婆 并且呢 虽然经过风雨 它还能占领 而另一种人生呢 就好像风浅的康辟 显得非常的轻浮 空虚 枯干 没有贡献和价值 而且在人生的风暴当中呢 它就会消失 或者等候着 被人荡材烧 柴火烧 烧尽 所以前者呢 是享有生命 和丰盛的生命 而后者呢 只是死亡 和悲惨的一个灭绝 我们说 人生 一开始选择道路 固然很重要 你说是不是 但这只是第一步 如何走上这条路 以及走完这条路 或者那条路呢 又是另一件 相关的大事 我想可以借用 中国的谚语 就是说 顺神者昌 逆神者亡 诗人告诉我们 要出使入生 消极地讲 我们有三个 不 三个不要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 卸满人的作为 这三个不呢 这个三不正常 就是要我们 从新世意念 到我们的行为举止 不跟罪恶 不跟罪恶沟通 更加 不跟那些 亵渎上帝 完事不公的人 怎么样 相交为伍 是的 我们知道 罪人 还不等于恶人 而那些 邪辟 亵渎上帝人呢 更加要 警惕 要主动的 要远避 这是三不 不从恶人计谋 不占罪人的道路 不做卸满人的作为 还有三要 什么要呢 就是要 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第三要 要复制行动 遵行上帝的道 这样的人呢 就会有 俯乐 以及顺当的人生 这些消极和积极的 三不和三要呢 是怎么样 相辅相成 相生相克的 你跟我 如果喜欢 读圣经 喜欢祷告 喜欢默想 时刻把上帝 和他的话 存在心中 就不会喜欢 跟罪打交道 跟恶人来往 你说是吧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先知耶利米 和主耶稣 就留下了 很好的保养 耶利米说 我喜爱你的话语 过于饮食 耶稣就说 人或者不是单靠食物 来靠着上帝口里 所出的一切的话 反过来讲 如果你跟我很乐意 接受撒旦的暗示 或者恶人的建议 就很容易走上 什么样 圣经里面讲 出卖族的叛徒 犹大的道路 如果我们喜欢 跟罪人怎么样 靠拢沾边 难免不跟着他走 那么罗德 巴兰的历史 就会重演 如果我们是很贪然 而且呢 又想往着 跟无法无天的人 想往着他们的友谊 或者接受他们的邀请 那很可能 就会像 亚沙龙 大卫的儿子 一样的结局 另外 在这个罪恶入侵 撒旦夺权为王的世界上 我们确实的看到 听到 也感受到 有的时候 义人 好人 反而遭殃 反而蒙受冤血 无辜的人 反而受害 而二人 当道 罪人 飞煌腾达 小人 大的公围 等等的现象出现 那么这个时候呢 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的规律 似乎就失灵了 不过 让我们把眼光 放远一点 在耐心的等候片刻 因为 若说 未报 死后未到 人会看错人 戴错人 人比人的会气死人 但上帝是 见采一切的 轻慢不得的 他更加是公义 和慈爱的神 耶和华知道 义人的道路 诗篇第一篇所讲的 从亘古就明了了 从圣徒的经历 当中 就认识他们 但是呢 诗篇也讲 二人的道路 却必灭亡 有一句话说 笑得最后的是最好的 圣经又讲 有一条路 人以为正 至终 却成为死亡之路 箴言十六章二十五节 但是箴言又讲 一人的路 好像黎明的光 越照越明 直到日午 最后 我有个祷告 主啊 求你帮助我 选择永生之道 保守 扶持 引导我 在这世界上 不认识 忧喜顺利 不管是 有伤 或者孤单 是要有你同在 有你的话在我的心中 我就能够走完人生的道路 而能够永生一人 将来能够到天父的国度里去 阿们 叶主帮助我们 愿主帮助我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